国储蓄会挥拢了数目巨大的资金,积累了相当的资本。 他们进而利用这笔资金投资上海的房地产业。 其下属的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在上海当时的法租界内兴建了众多中高档里弄住宅、高级公寓和花园洋房。 一个时期内,城市建设的发展也被有力地推动。 其中就有我们熟悉的恒禅宾馆,当时称碧卡蒂公寓,现今的妇女用品商店,以前叫做培文公寓,还有淮海公寓等等老房子。 如今这些房子仍然耸立在城市的各处,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 太原别墅就是这些高档住宅中的一例。 迪百克作为万国储蓄会的董事会成员,这栋房子其实是储蓄会变相支付给他的年缝和薪金。 于是,别墅就正式成为了迪百克住宅。 房屋在整体建筑上呈现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在另一方面,在主建筑背面的这个高耸坚挺局部,也包含了欧洲中世纪的元素。 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太原别墅是多重建筑风格汇聚的体现。 那么太原别墅在这些独立式花园住宅中,它是属于比较典型的法国式的建筑。 而且它是属于,风格上应该属于说是法国文艺复兴的式样的建筑。 那么它是形成于,在法国它是形成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 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说,一个是它的整个的外形呢,就是说,它是比较讲求秩序,水平向的秩序。 那么往往是分两层或者三层,再加一个屋顶层。 那么总是很有这个秩序,水平向的,这个有中心的。 那么它的这个当时的这种形式呢,它从墙面的处理上来说呢,就是比较平整,比较细腻。 那么这个跟意大利的风格不一样,意大利的这个立面它会表现得很有表现力,很粗犷。 法国的就变得很优雅,比较细腻,那么比较尊贵,显出这种特点。 那么它当时就是喜欢用一些这个红砖的这个墙面,那么再加一些窗框的这种装饰带和这个雨石,就是转角的这种装饰的这个石头。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有红砖砌成的外墙,白色石材构筑着的修长窗架,无论是从形状还是色彩的角度观察,都显得异常和谐和优雅。 而比输在四周绿色的称影之下,则更体现出回归自然的妩媚。 有关于建筑和自然的语言,在太原比输这个个案上得到了良好的表达和诠释。 也正因为这样,太原比输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海上经典住宅的范例。 从宽大的阳台向外望去,触目可及的便是满目苍翠的花园。 建筑被一片绿丛包围,俨然有城市森林的感觉。 它室内里头还有一些装饰,彩色玻璃窗,这些特点又不是文艺复兴的, 是后来在欧洲,在法国也是为中心的叫新艺术运动风格的。 这个艺术特点,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 所以这些都在一个建筑里等于是一直过来的。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